尊敬的戰友們好 今天是5月5號 文貴報平安視頻 今天這個一醒來看到拉斯維加斯 拉斯維加斯又開會了又開會了 我這一看的面孔有幾個知道有幾個不知道 然後呢在那邊又站著照相了 這個共產主義這一套東西必須照相 必須吃飯啊必須喝酒 然後喝幾杯酒以後 然後天下的事情都是他們說了算 然後呢把這個一切都許給你啊 這這這這一套活啊 這個我想說說這個拉斯維加斯這個招待會的發起人和這個老闆 叫陳水言 我怎麼認識他的 也就是在去年啊 我被安排到華盛頓啊 這個去見去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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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德順這個去演講的時候 結果頭一天 啊由楊建立先生安排 這個非要說我和這個這幾個人要見 我都搞不清他是誰 我的這個安保團隊和家人堅決反對我見他們 那個時候也更敏感的時候吧 那麼那我很不高興說了三次我都拒絕 最後楊建立先生一直堅持 最後堅持他算了就見吧 其中也包括了路德先生那時候路德先生還在那打工呢 見面以後啊我還請他們在我的總統套房就那七百號啊 黑 Adam 酒店七百號就是那個紙牌屋裡邊的總統被老婆給你安走以後就廢到了那個黑 Adam 酒店七百號就在那裡拍那個節目那是我常住的酒店 那麼就在那酒店我請他們一個豐盛的晚餐在那次認識陳老闆 陳老闆呢還拿了一堆報紙然後讓我簽了很多名 啊這個那次都算認識他了過了後啊 這個我就問為什麼我的安保團隊呢堅決反對我見他 安保團隊呢在國內的傳遞信心呢說我們告訴你一下這個陳老闆是什麼情況 一說這個人就是個詐騙犯啊逃跑犯 後來呢我再了解這個情況這個人啊是在蒙古發家的啊在這個蒙古公安上這個在抓他的 他是詐騙了一個港商大概在五億左右吧五億左右 那麼他還涉及到行會其他領導人中紀委還有這個公安部都在盯成案子 他最重要的是他騙了港商騙了國內的這個詐騙集資手段騙完以後他跑出來了 跑到美國拿了護照啊最重要的事情是他已經拿到美國護照呢 他為啥那麼緊張是因為陳水炎的錢全是通過地下錢莊還有洗黑錢洗到美國來的 他拿到美國護照他也恐怖他也恐懼因為一旦這個被查清楚你是洗黑錢到達了美國 你甭說拿美國護照你就是躲在白宮的總統臥室裡面一定把你抓回去 當然把你護照給你廢了這是百分之百的啊 那麼更重要的事情這是個港商被騙了還有一個廣州的合夥人 這些人呢也找到了安全部和中紀委啊這個我不敢確定 我現在搞不清楚為什麼他這個案子是中紀委和安全部管 中紀委和安全部管他一定涉及了行會啊 還有一個就安全部都已經涉及其他方面那這個我不清楚 那麼內蒙公安上管的這個案子經珍上啊 那麼內蒙的公安其中一個經珍的管他案子經珍的副隊長已經被抓起來了 那麼現在經珍上還有這個管他案子的人多次想把他給弄回去 那麼他為什麼拿到美國護照還那麼恐懼呢 除了剛才說的一旦要弄清楚你洗黑錢也是 拿了護照也沒用啊照樣把你弄回去 那麼香港這個港商是他最可怕的 這個港商一旦找到他怎麼把黑錢洗到美國的 那麼他就必死無疑 那麼到了美國幹嘛呢大概是三千多萬美元 三千多萬美元洗到美國買了拉斯維加斯這個酒店 這個酒店大概不到兩百個房間吧啊 這個酒店什麼級別呢大家知道啊 平常二十美金二十美金一個房間 在拉斯維加斯這個賭城 凡是有賭博的你來賭的都是不要錢的 免吃啊不要錢 他那個酒店是當地的就相當於咱們 國內的某個現機招待署 他們花了兩千來萬一千多萬美元不到兩千多萬美元 那麼呢他洗過來三千多萬美元也這麼多年了 他那個錢也很緊張 他那個酒店基本上是賠錢的 基本上賠錢的不會掙錢的 所以他那個酒店裡邊大家去過程可以看一看 空調是壞的床都已經晃蕩了 一時鐘那床估計就成地鋪了就 那洗手間裡邊這也不行那也不行 他沒錢他也不想去在那塊做這事兒 他心不在那兒 那麼他這樣的經濟情況 他為啥他要去到了華盛頓一定要見我呢 見我的目的你說這個人有多天真啊 他曾經認識楊建立先生以後 古中楊建立成立叫流亡政府 然後馬上要需要楊建立先生宣布自己當總統 楊建立先生竟然是很聰明的沒幹這事兒 幹的這不找死呢嗎 那麼他當然沒幹了 沒幹了幹嘛他想給他們的基金捐錢 但是要給郭文貴照相 這個照相是啥目的 照完相就發給內蒙古公安了 說你看啊郭文貴這樣的人都跟我在壹起 你看我你也敢說我嗎 郭文貴都敢弄盲岐山 你也敢弄我嗎你不敢了吧 他特別興奮 這都是可以有證人說話的啊 結果呢過了十九大以後 王岐山又回爐了 這哥們兒一看這不容了這不容了 郭文貴靠不住了 馬上就阻止路德先生 你不能再挺郭文貴了 這個人不行了現在這個沒用了 內蒙古公安也不怕他了啊 港商也不會怕郭文貴了 同時他答應給人家基金捐的錢 他也不給人家捐了 就幾千塊錢幾千美金不捐了 所以那天拉著我照相 那也就是給人家這個 這個全民公民 公民力量啊這個組織捐點錢 人家是正常的 捐點錢 公民力量就是需要捐錢的嘛 對吧 那麼你捐點錢 就答應了也沒捐 還拉著我去照相 就弄得我很不高興 我還賠了一頓幾千美金的晚餐 結果 好嗎 他拿起來呼吸了那本公安 最後發現王岐山一回爐 恥人郭文貴沒價值了 馬上開始砸鍋 這個時候出現了兩三個人 誰呀 在照片中的叫汪敏 汪敏這個家伙 是個典型的海外民運的殺手 大家看一看王全璋等等等人 多少人是被汪敏害死的 所以你看一看這個海外圈裡面 多少故事離不開汪敏的影子 汪敏是誰介紹的 是郭寶勝介紹給陳老闆認識的 汪敏是在加拿大整個民運圈裡邊 那是一個勞大 再加上加拿大的某個一兩個人士 都是郭寶勝介紹給了陳老闆 當時郭寶勝什麼哪說呢 當時郭寶勝在十九大以前的時候 是郭寶勝想當自由中國的主持 想把路德給K掉 所以他介紹這人過去 陳老闆呢 所以說當時也看好 也想把郭寶勝當主持人 然後郭寶勝又帶了那麼多資源 所以說路德又不聽話 翻掉了 再加上十九大以後 這個他請郭 這是一個根本的原因 再加上王敏安排了這所有的 什麼烏檢命 什麼利益聘 這些 就是這些所有的這些人 都是 大家看到照片那些人啊 有些我是認識 有些是不認識的 來了都是郭寶勝的育友 進監獄前的朋友 再加上這個白衣 楊鴻冰這個是什麼 什麼議長啊 就這些基本都是沒飯吃的 基本都是沒工作的 基本幾十年如一日 全是靠募監生活的 全是靠詐騙的 而這些人基本上 全部都是真正的反共的 反盜國賊的民運的殺手 看看那個照片裡面的人 往回看別聽他說未來 看看你的過去 這就像袁洪斌這個人一樣 今天被大家揭發出來 一會兒是他拍了服務員的屁股 一會兒是習近平拍了服務員的屁股 一會兒砸了李克強的本磚 他就插了他說 毛澤東那個水晶官是他捐的了 就插了說毛澤東那個水晶官裡邊 躺的實際是他哥們了 他就插出這個了 然後呢這個判決 也審判了江澤民根次了 也審判過胡錦濤了 也審判了所謂的毛澤東鄧小平 都審判過了 中國倒是審判完了 中國所有的領導人的職務他都當完了 然後蒙古人的救星西藏人的救星 台灣人的救星 然後就大師教授 然後呢但是這一桌上菜 桌上有肉他就先吃了 就是這一幫人 拒絕到了成老闆那幹嘛去吧 成老闆要表現給內蒙公安 內蒙公安還有他抓案主 看看啊別動我啊 你看我現在是海外民運人士 他能做到嗎 我告訴你成老闆陳水言 你不惹我啊 咱就算了 你惹了我你麻煩大了 就你那個酒店就你那點錢 加一堆你都不夠我那一年刷油的 我一年的幾架飛機一年最起碼的一千八百萬美元 擱了那一千八百萬美元 就超過你的酒店的錢了 你那一個酒店二十塊米金 就空調也不修 欠連菜錢也不給 是不是 就你弄這一幫人擺這場子照個照片 三個月以內你們四分五裂 為啥啊 分贓不均 各個貪懶的都想要 賴建平都想弄十個億 那就覺得元紅幣弄十億美元 那郭寶勝昨天的文件已經暴露出來了 已經被藍金黃有人給錢了 他拿你也是利用 你拿他也是利用 這種互相利用都想提高被藍金黃的價碼 實際上最後叫汪敏 還有加拿大的某些人專業特務 一窩給你毀了 這是根本 所以戰友們別著急 你看過去幾十年了 來一個人叫他們給 要不這個人被忽悠死 就陳水元被他們忽悠死 給忽悠回蒙古去 抓回去 很有可能啊 被抓回去以後 這人都弄一筆錢 再一個就是 陳水元把這些人給騙了 搭起來 得有失敗 最終陳水元 今天我告訴你 你這個被美國洗黑錢的事 今天又多了一個人要管 誰啊 郭文貴 我準備 我準備 把你怎麼這個 洗黑錢的所有證據全拿到 我就需要給美國政府 陳水元你記著我說的話啊 郭文貴說話你都記住 這是你惹的我 我可沒想惹你啊 我可沒想惹你 凡是擋我的路 反對盜國賊的 我一個都不會繞過去 那沒辦法 對我來講很簡單 找律師找調查公司 是不是 這個拿到這個你的這個洗錢證據 交給美國政府 OK啦 不用那麼多 你沒錢哪 我有錢哪 你能玩得過我嗎 對吧 這是你的選擇 你拿著我的名聲照片 傳到那門公安 在那邊吹牛 然後過來砸鍋 我給你無怨無仇 然後你們連接著一起 我再說一遍 已經沒有了騷被的狐狸 和沒有了牙的那獵狗 你想掏誰缸啊 你被別人掏吧 你還能想騷擾誰 你誰也騷不了 就你們這些人加一多 能幹啥呀 你能團結了 我真給佩服你 我這 我給你們捐點錢 在拉斯維拉斯住好人酒店 別超過二十 比二十米 怎麼也得一百多美金二百美金吧 我付錢 你們在那開那一年會 有這能力吧 你有這德性嗎 有這智商嗎 有這決心嗎 騙騙別人可以 把自己都給騙迷糊了 可能嗎 這個時代跟你已經沒關係了 所以啊 親愛的戰友們 這是文貴告訴你陳水妍這個人的事情 香港那個老闆 陳老闆 我很快跟他見面 我也會把你的卷宗全公佈出來 然後 我讓你那個酒店 我讓你租建最快的關門 然後我看你怎麼忽悠 咱們走著看 啊 陳水妍老闆 你要相信世理呀 一切都是剛剛開始啊 神縣央谷縣大縣 以前靠世理說了算 一切都是剛剛開始 親愛的戰友們 今天屬於喜劇節目啊 不屬於爆料啊 謝謝 尊敬的戰友們好啊 還是5月6號啊 今天 這個我想這個談談這個 昨天路德先生的節目當中呢 請了我很尊重的 這個過去六四 這個 我們的災難事件 也是我們民族上偉大的事件的 重要人士 就是萬鈺南先生 四通的這個創始人 啊 昨天我看 昨天我是兩個多小時 我是從頭到尾看完 看完以後 我大概兩點多鐘睡覺前 我又大概的又過了一遍 就是萬佬的這個 一出現這個電視畫面的時候 哎 我眼淚差點出來 但是到中間的時候 還是眼淚出來了啊 控制不住 我看到這個萬佬坐在那的時候 我心裡很難受很痛苦 因為萬佬這個人呢 對我人生是有巨大的影響的 我很驚訝啊 這個萬佬現在身體還那麼好 因為我從這個旁邊聽說 萬佬身體狀態特別不好 但是昨天看到 思路一點沒亂啊 高度一點沒降啊 勇氣一點沒少 那種大智慧在每個點點滴滴的當中 能看得出來 他這個人是個神人超人 這個萬佬南先生 在這個六四事件中啊 他說發揮的作用和智慧和良知 是中國所有的企業家 中國實際上沒有企業家啊 從六四以後沒有企業家了 就是沒有任何搞企業的人 可以相提並論 中國今天所有的搞的所謂的 按照GDP 按照成功的什麼馬雲啊 許家印啊 王健林啊 什麼史玉柱啊 董文彪啊 包括抓起來這些老闆們 哪個人哪個人敢說 他沒有犯過罪 他沒有犯過法 他沒有造過假 他沒有壞過良心 誰敢說這話啊 他們骨子裡邊 真的是就所有的一切 是為了人民 是為了良心 為了國家 一個都不會 這個萬老的故事 我要講呢 講幾個小時講不完 我要講幾個故事啊 這個我們公司那個林強先生啊 是原來公安部一局的局長 他是副局長 常務局長 沒有局長 當時陶四居是部長 那時候的林強基本上就是部長 為什麼 所有的人日任命 林強不同意的過不去 林強的爺爺就是林澤徐 林強的爸爸就是當年安全部的創始人 林強的媽媽也是共產黨員 也是搞地下工作的 林強的哥哥林弟是安全部的 那是做過五局局長 八局局長 十二局局長 那是反諜所謂情報人員 那絕對是個好人啊 林弟的老岳父蔡成是司法部部長 那麽林弟在家裏面出了一堆的 都是黨內的這個 可以共產黨內部的英雄 但是都被共產黨給毀了 全給滅了 林強林弟是在這個文化大革命以後 是周恩來親自去把他領回來的一個兄弟姐妹 啊 領回來一個平反 一個到安全部一個到公安部 所以他在公安部啊德高望重 那牛得很 當時所有六四後面處理的這些人 幾乎林強都是參與的 你看他魏京生先生啊 什麼海外這些 基本上你問問那個人誰說不認識林強有幾個 林強張月和馬健 關鍵人處理人 那麼林弟也是重要的參與人 所以那個時候的公安部 對外的黑社會 娛樂圈 啊還有這個間諜網 那是那是他是最關鍵的人士 那我跟他是好朋友 後來又到了我公司當CEO 頭上天我推出他照片去 我跟他聊了很多海外的事情 包括六四我知道很多 他是最重要的執行者和處理者 他談過很多次六四就談到萬運男先生 啊 他也談到很外的很多這個海外的所謂民運的大佬們 他對這個萬運男先生的尊重啊 我不能用尊重倆詞 啊這個我特別有感觸的 有一次是當時代秉國在這個外交部的時候 啊最火的時候 2006 2007我給忘了 代秉國到我們公司 這我那個原 我內部有個餐廳 就專門招待來設計師啊工地人員 簡單裝修 然後又再裝修 裝了好幾次 代秉國到我們來吃飯的小餐廳裡邊 啊這個 代秉國談到企業的時候 一看到我們企業 哎他中國還有這樣的企業 北京還有這樣的企業 實際上我是在隔壁 我沒有參加他那個餐 啊 那麼 他說我得跟你們這個老闆 郭老闆得好好認識認識 說林強會叫我 我說我不想跟他這個認識 那麼當時林強說 他很驚訝 咱們有這樣的企業 結果老代接著說什麼呢 說中國自從萬運男之後 已經沒有有希望的企業了 這句話說一個 我說什麼 他說啥 他說自從萬運男之後 中國沒有有希望的企業了 哎呀我當時因為 我也不能太做的暴露自己啊 我挺願意聽這個詞的 那麼後來我跟林強啊 和前面談到萬運男的時候 就是說 萬運男老先生的時候 林強林地 馬建部長張岳部長 還有當時的徐永岳這個這個 這個書部長 包括耿部長啊 包括後來的孟建柱 所有人對談到萬運男先生的時候 都是說大門手指頭的 啊 這個安全部的耿部長是 是是是嗎 是這個 所謂外交專家派 他 曾經說過非常精彩一句話 六四的時候如果能處理好老萬 中國企業提前二十年走向國地 中國的企業如果能出現 一百個萬運男 他說中國今天絕對和西方在技術上 不是這樣的一個排位 特別在今年看到這個中國新 ZTE發生以後 它更加明顯了 啊 啊 那麼正感到有一次啊 這個柳傳志先生 啊 他經常在盤古吃飯 他們搞活動特別多 那天說馬雲那 所有的人都來了 老闆經常在盤古大廳工程廳的來 啊 啊 這個我在這個 我的一個獨自的使用那個房間裡邊 在六樓啊 啊 我自己到現在也不對外那個房間裡邊 啊 他們跟我講說外面什麼企業家 我從來不參與 你可以問問這些企業家 誰到盤古去消費的 我從來不主動 從來不參與 我不像有些人是 哎呀 跑過去 像郭寶勝那個臉沒臉沒皮的 啥的港上沖 什麼港上沖 沒臉沒丁的 我不是那種人 我從來不去 要請我也不去 在那個房間裡邊 我坐著的時候 一個現任的啊 一個現任的常委 那不是現任的政治局委員 啊 這個 後來在國務院啊 最近被處理了 啊 國務委員 國務委員 當時他在中民委的時候很背 啊 我問他 我可以說 就楊晶先生 我說你怎麼看待六四啊 你怎麼看待這個 中國企業家 他特別感慨 啊 他說中國 自從六四以後 哪有幾個像萬一男的那時候了 他說萬一男那時候是 今天你可以說他傻 然後再說你可以說他有情懷 他說那個時候他有太多好的選擇了 可以讓那企業做得更大呀 他說他沒有 他選擇了良心 他選擇了學生 他選擇了正義的一面 他付出了巨大的代價 但贏得了人生上所有人的尊重 哎 我這個對楊晶這個人我是 當時我是受大門手指頭 這個人還是有良知的 不像他們朱山路這個傢伙 一說他 學生 學著一幫傻串 什麼什麼樣 這完全不能等同而已 那時候楊晶到北京啊 很慘 沒理他 跟他鬥爭從蒙古來的 後來我們在四個月吃飯的時候 我又要談談事情 楊晶這個人還是非常有水平的人 非常有水平 這個對四通 對親立本 那時候我感謝上海導報的親立本 我感興趣 那時候親立本折騰特別大 上海導報 最後給滅了 那一段時間我們看報紙啊 都是四通啊 就像昨天說的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那個報紙我還收藏了十幾份呢 我哪天我拿著這個 我要讓萬老給我簽簽字 我覺得太有意義了啊 又貫通的一堆報道 特有跟美國西方溝通 特別有個詞 我昨天萬老還記得這個詞 我覺得特別有意思 這是與西方資本主義 眉藍眼去的結果 哈哈 我覺得特有意思 那時候就自由主義 自由主義啊 這是太有意思了 這個時候看起來 就那個時候的荒唐啊 國家政權 打擊個人 不擇手段 一切假話 一切都是假的 但是那個時候 所有人都認為 四通頂不住 萬雲南先生 他頂不住 但是沒想到他老人家 他都是做那種選擇 最有兩種選擇 好像萬通沒有了這個GDP 沒有了這個 這個萬老可能也沒有了這個 所謂的富豪的民險 但是萬老在中國人的民主 法治 這個進程當中 他就是我們喜馬拉雅的目標之一 他絕對已經站在喜馬拉雅山上 他在1989的時候 他已經站在喜馬拉雅的山頂上了 在我心裡是這樣子的 我現在很多有良知的黨員 很多有良知的企業家 他們都要知道萬老 他們都這麼尊重他 任何 包括我剛才說的那些企業家 這有很多企業家 我跟他們在交流的時候 他們都 我沒聽過一個人 對萬老有威辭的 最大的不好的詞 也是最好的說他傻 不識實物 這不是我們所遵求的 不能要絕頂聰明 要什麼聰明 那是什麼樣 利益主義者 那是沒有理想的人 他的傻就是他的偉大 就是他的智慧 人生不就三萬多天嗎 誰不都得埋坑裡面去嗎 我再說一遍 既能聽到說視頻的 沒有一個人都過三萬多天的 到了另外一邊 我相信有天堂 我相信有來勢 一定和這人活的不一樣 昨天這個路德先生 還不會當過大企業家 當時的四通 他絕對不僅僅是 十億人民幣的GDP 他也不是創建了這個 中官春藝條街 他也不是創建了中國的科技的 可以說他是一個 萬通 四通當時 敢說一 沒人敢說二 就無人敢問頂 這技術境界 甭說是抗頂 就抗頂你想挑戰他不可能 你想去敢 是想都不可能 如果那個時候的萬通 想玩錢 哪有你吧 這些阿毛阿狗啊 可能嗎 你看那些人的長相 你看那些人的學識 都是幹啥的呀 這些人所有的投機主義 他們買辦主義 都是那種 行賄受賄 中國的企業家可憐很 不當小三當啥呀 人家讓你當老婆嗎 輪得著你吧 但是萬老 這個人了不得 你看他 前妻是高官的這個妻子 而現在人的妻子也是中紀委書記的高官的孩子 他選擇的這些妻子的家庭 都是有良知的人 雖然是黨內人士 體制內人士 所以我說這個萬老啊 這是我們企業家的一個 學習的榜樣的靈魂 昨天我在看他講這個企業的時候 感到悲劇 特別在今年六四的時候 你去想想 如果當年六四的時候 如果中國真正來個政治改革 那麼這個四通會讓今天中國人沒有中國心嗎 中國那個心得大得多大呀 比腦袋都得大 悲劇呀 而且萬老講的鄧小平 和這個趙紫陽的這個關係 有很多我是能對上的 為啥我尊重爆童老人家呀 我見過的官員那多了句了 所有私下對爆童老人家 那時候骨子裡佩服啊 很多人喝醉酒了以後 媽媽你傻呀你呀 你怎麼想學爆童啊 就是這是官場的常話 啥叫學爆童啊 就是你是真把政治當理想了 政治就是招搖照片 你想學爆童啊 因為我認識的秘書太多 我都不能一句說傷害人家幹嘛的 現在的中餐廳好幾個人是我老哥們兒呢 還在中辦的哥們兒 包括現在中辦最牛人哈的人 原來吃飯的時候在旁邊坐著輪不著他 那個時候一說吃飯的時候 你也想學爆童啊 你個傻子你呀 政治就是政治 什麼叫中國這個社會主義呀 就是有關係有主義 沒關係沒主義 有了關係你弄錢弄女人啥都行了 這是個官場文化 那麼企業家說你學誰你學萬一男哪 你傻呀你呀 就學萬一男這個傻子 學政治家別學包童你有理想 你傻 萬一男你企業家你別學他 你學他你是傻 就是不允許有政治情懷 企業家不能有任何自由和有良知的企業家 企業家就玩錢去別廢話啊 政治家搞關係搞女人家搞權利去 這是中國的政商文化 所以這是悲劇呀 30年後今年才發現中國沒心啊 沒心呢 國魄山河還在 悲不悲劇啊 萬老的家天下 黨天下 這個鄧天下 江天下 現在是習天下 這是他當年和現在 他嚴重影響我對政治判斷的一個重要的點 這是為什麼我說 中國的權力絕對不能私有化 這是咱們大政治學家說的 所以說政治私有化 全財富公有化 是人民走向災難水深火熱的開始 中國一次次的走向了災難 輪迴啊 幾十年如一日啊 這就為什麼今天 中國人活著這樣一個 豬狗不如的日子裡面 中國活著一個大燃缸裡面 今天的中國還搞網絡控制啊 所有的精英都被撵向海外來了 我就一直的納悶 為什麼到今天這麼大的國家 不讓那麼多人可以回國家 回國 三十年前的問題 六四時候說說說話 啊 你殺那麼多人 沒事兒 不讓說 這些人也沒殺人 只是說 希望國家有法治有民主自由 也是你追求的 也是你說的 你共產黨的黨章這麼說的 你憲法這麼寫的 哎 不讓人家回國 有多少人是父母不在不能回去靜孝 有多少親兄弟姐妹在國內 人家不能相見 而有多少兄弟姐妹就是人間分隔 陰陽兩間 跟那陰陽合同是一樣的啊 這個共產黨這個烏托邦幾十年禍害了 那你說 一個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 被他們強姦這個樣子 為什麼呀 因為企業家沒有萬雲南 因為政治家沒有包同 更是沒有趙紫陽 趙紫陽和胡耀包正有良心的這個政治家哪有啊 哪有啊 是不是啊 很多事情我知道這太多了 真是 這個我那時候還年少 但我天生就遭遇啥 我就喜歡這個中國的政治 追求中國的法治民主自由 萬老的這些態度說的太好了 你根本問題中國沒法治 你什麼都無從談起 今天的世界還搞家天下 從黨天下到家天下 這個唯一我不同意萬老說的話 唯二我有兩樣啊 昨天非常不同意 第一條他認為還有一百年 我估計萬老沒有算明白還有路德 他說一百年是共產黨建黨一百年啊 這也就是沒幾年他就結束了 我不認為他再有三年以上的命運 絕對沒有啊 不可能 另外一個我覺得萬老 我不同意他對海外民運的人一些看法啊 這是不對的 我們現在千萬別忘了 郭文貴搞的不是政治 萬老我要給萬老說 我不是搞的政治 那些民運那些所謂的各種種都可以搞政治 你們那些我也有些我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我絕是不可以接受的 理解和接受是不同的層次 今天我這樣的人和我呼籲的人和出來願意挺過的人 我就是一句話 我們追求就是善惡真假 善惡真假是對中國政治中國企業家 在中國所有的人士包括文化界的人士 包括現在的鬧的很熱烈的崔永元說的娛樂界人士 這個國家不能都活在假的裏面 不能都自認為自己活在糞坑裏面 我們就是要呼籲像政治界有包老這樣的人 這個企業界有萬運男這樣的人 這樣的包老這樣的人要中國多一起來會什麼樣 中國人少嗎?一點都不少 中國的體制如果是一個好的體制 萬達的王健林、馬雲、徐家印、吳小輝、肖建華都是好企業家 這些人在哪國他都是天才 那柳傳志先生在哪國都是天才 你不得不承認 他們突擊馬化騰 通常都是罵馬化騰 都在罵那個那個什麼 京東的張什麼 我不知道那小伙子叫什麼東啊 穿上這個什麼什麼 八路軍、紅路軍 這個 跑了什麼警剛山去 大家罵他幹什麼呀 他是被強奸的 他明天脫光了呢 那時候你也不要罵他 他沒選擇 一個企業在中國那種企業家 他首先他要生存 他要為員工發工資 他上輪都為股民負責 還有一個他還有家人 最後一個他要記住 他扛得過那些盜國賊嗎? 王岐山一個電話就把他給滅了 那不用一個電話呀 王岐山就是使個眼神你就沒了 我這是前天在這個直播中 在這個視頻中 我就說 我就上了那個 路德先生一個聊聊聊 那個聊天間 聊天間 不是戀愛間 聊天間 我就說我說接下來就是村友員 肯定是道歉 然後就是 就聊了 怎麼樣? 我還給大家說 大家注意到沒有 接下來 領導想借這個機會滅誰就滅誰 王岐山、孟建柱 還有現在常委的憨正 是不是? 他覺得哪個明星啊 哪個什麼演員不爽 藉著就把他給查了 這是 這是昨天萬勞上這個節目說的 一個沒有法治的國家 你做了多少個 你有多過分 你什麼都能做得出來 所以任何一個人現在替共產黨 替中國政府和盜國賊 開脫的人都是天誅地滅 還用說嗎? 那還用講嗎? 所以我覺得 現在的民主民運人士 你可以做你那些事兒 但是你別壞良心 你不要壞臉 你得有善惡之分 真假之分 這種堅持很可敬的 很多人很可敬的 有些事情是可以理解的 但不能接受 你幹嘛害死王全璋啊 你幹嘛就是那個李旺陽 叫你們搞成那樣拿的 現在是民主民運跟共產黨那一套 就是拿死人算事 賣死人的賬 天天紀念六四死人 你幹啥了 你做什麼了呀 中國的企業家可以在中國生存 但是別做惡行不行啊 我覺得萬勞 他昨天很多話沒有講 這個前四通的人跟我聊天的時候 他現在在我們那個民族證券工作 他說當年的萬勇男萬勞 有很多企業思想 他是非常棒的 他說企業家不做惡 這最早是萬勞說的 萬勞說的沒有說 是萬勞說的 這個企業家在這個民族國家 觀念面前的責任 他有真的是民族國家 他民族在前 萬勞最早是把民族責任再放在前面 大家他有個廣告詞我忘了啊 原來有個是民族在前 那個時候我們把萬勞的私通的信息 當成聖書一樣聖經來念 但是萬勞到了海外以後 我說實話 他認為很成功 我也認為他很了不起 但是我不認為他成功 為什麼 團結他周圍的賺的人太壞了 我了解他很多人都是利用他呀 都是利用他 把他利用的他特別善良 錢也騙了名也騙了 就把他讓人家推一邊 到海外以後萬勞還保留了這種純真和善良 這是偉大的 但是是不應該的 這就是海外這些人 我們在這個西方這種法治民主的環境 我們可以做的更多的 不允許縱容也不允許妥協 包老是在國內在那種環境 都能做出這樣的事出來的 開玩笑了 他就是 那相當什麼價值我就不方便說了吧 現在所謂的海外這些民運的人 加著一盾 你給萬勞洗洗腳都不配 加著一盾 你去給人家包老去扣腳指頭蓋都不配 這不是一個智慧 也不僅僅是你的經驗 也不是說你這人長得有多帥 那是因為 人家這個天生的經歷 和人家上天賦予他那種 與眾不同的那種大智慧 那是了不得的 那事實證明了呀 有多少次可以那樣這樣的選擇 所以我想給各位說 我昨天看了萬勞的這個很激動 很激動 萬勞身體真是啊 我這非常不幸的老人家 就是 就是身體他覺得老了 我覺得他身體看得很好 他要能出山 是我們這個時代很大的幸運 他鎮臂一呼 我郭文貴必將跟隨 欠罵罪凳 再說不辭 你要抱老這人出來 我欠罵罪凳再說不辭 我天天給他兩個在旁邊 我天天給他倆就是搬凳子搬椅子 我給他倆當拐棍我都願意 我堅決願意 我為他們是做牛做馬做狗我都願意 我服氣 我這一輩子你要想叫我尊重你 你首先做的比我強這樣 否則我絕不服你 這倆人做的比我強 做企業大 企業加政治萬勞 企業加政治加良知萬勞 政治加政治加良知 政治藝術政治科學 報老政治良知報老 人家倆是誰當年 人家的上面是鄧小平 趙紫陽胡耀邦 是中國最好的幾個人 人家的朋友是最好的 包括後來的錦濤也是萬勞的 我不方便說錦濤在多個場合 就說過萬勞 當年他兒子在威視工作的時候 威視搞了那麼大 最後交給清華了 錦濤讓他兒子離開 是習近平親自把他送到了江蘇吧 那個清華學院 你看這件習近平主席多會做人啊 那是副主席 親自安排 安排到那去當這個副院長去 清華學院分院副院長 親自送去 把當地的這個市長 所有的幾大班都叫來開會 這是中央的決定 把胡凱鵬送來 晚上陪著吃飯 地方都安排好 連住處都安排好 然後再回去 然後你看把胡凱鵬一步一步給提拔起來 這是人家習近平先生 人家講道理啊 他講感情啊 那是人家黨天下 家天下了 是不是 這是他們之間 我們不接受 他作為他那是對的 我們是不接受的 但是 離開之前就說過一話 你做多大 你不就成四通了嗎 那威視不能做成四通 就是你做大了 你就會變成四通 你就會有政治影響力 政治野心 你會做麻煩的 從政霸 這是錦濤退下去 習近平主席跟他之間的一個默契 海鋒一定會上去的 海鋒那人是真很厚道 他在威視絕對不貪的 所以我最恨的郭寶勝 這個蠢傢伙 這個愚蠢的東西 說98%共產黨都是壞人 我們家現在還好多黨員呢 那都是壞人嗎 他恨共產黨恨得要死 他有辦法嗎 他想來美國來得了嗎 你現在共產黨去選共產黨去 99.9都不選他們 我們不能說比例有多少壞人 很多人是壞人 那個比例太大了 9000萬黨員嘛 不是黨員的中國人裏邊有很多是壞人 那和尚很多不是黨員 幹多少壞事啊 很多黨員裏是有好人的 但是這個家天下 黨天下 那是全中國人的災難 全民族的災難 我非常佩服萬老和鮑老這個說法 這是當年胡耀邦署記 趙紫陽署記 還有我們偉大的錦濤署記 包括後來的幾個有良知的領導 那都是想幹點事的 幹不成啊 被利益集團綁架了 就盜國賊嘛 就盜國賊嘛 六四是我民族上最大災難 昨天鮑老說了 我們中國過去就發生幾件事 這三件事我認為啊 中國人過去的一百年 最偉大的就壹件事 就是六四 這什麽事 改憲法 那都不算事了 因爲 結果知道了 開始知道了 都可以知道的 共產黨成立 知道那顆痴 它都會過去的 什麽年代了 過去的皇權主義 奴隸制 它必將走入歷史 這共產黨無頭幫 必將走向歷史 黨天下 還有什麽 習天下 什麽這個這個這個 江天下 當然都不可能 那只是時間的問題 但是六四這件事情 是中國人這一百年 我認為唯一屬於 我們老百姓的歷史 屬於我們的故事 是最偉大的事件 而且人家萬老 人家包老 就在這個事件中 是關鍵人物 人家趙紫陽 胡耀方 這都是關鍵人物 這一輩子 人家不白活呀 跟那今天 馬雲幾千億呀 中國幾千老闆 多了去了 那吳小灰幾萬億呢 那海航也幾萬億呢 咋了現在 聽說頭兩天 王岐山又緊急住院了 又緊急住院了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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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朱文德這騙他 你這病沒問題 還活三十年 馬來西亞呢 那都九十二歲啦 你還能啥呢 哎哄他 實際他不行了 很快就不行了 那海航也肯定完 我等著呢 他不完 我們讓他快點完 現在我不想花那麼多勁 這個大山倒之前 我幹嘛再去吹他一腳去 我不踹那一腳 讓他自己倒吧 他實在的不倒的時候 我要給他關鍵一腳的 啊 大家別著急 慢慢這項都會出來的 所以 親愛的戰友們 我看了萬老子之後啊 我這個感動 感觸萬分 啊 你們一定要自信 中華民族兒女裏面 中華兒女裏面 有萬萬個 像萬一男先生 像包同先生的人 而且大家一定要堅信 喜馬拉雅一定會成功 不是該我們贏了 我要改改是一定會贏 一定會贏 而且會很快 贏得非常的精彩 看到這些張頭鼠目之人出來 這都是地震前啊 那些老鼠啊 蛇啊 什麼阿馬兒子出來串一串 我們要地震啊 我們要發動地震 地震完以後 把他全地震掉 給一個新的中國 中國一個新景象 有信仰 有法治 有人權 有民主的一個國家 就是我們 昨天萬老說的 是鮑老 趙紫陽先生 胡耀邦先生 他們追求的 就是民天下 一切都是剛剛開始 謝謝說的戰友們